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语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带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威廉 本周美股持续高涨震荡 多周确诊人数持续增加 已经冲击到经济重启的脚步 虽然科技股仍然表现相对比较强势 但主要股指本周都还是收跌的 道指与标普白指数是分别跌了3.3%与2.9% 而纳指也下跌了1.9% 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是开低收高 多周新增确诊与住院率增加 让美股开盘就承受了不少的压力 然而在盘中的时候 华尔街持续压住在成长潜力强的科技股 主要的指数在收盘时是集体扬升的 包括苹果 Adobe 亚马逊跟Square均创了历史新高 推出纳指再度的破胀5万点 刷下了收盘的历史新高点 收盘涨110点 最后收在1056点 而道指也收盘上涨了153点 周二美股维持上涨的走势 白宫开盘前澄清 美中贸易协议尚未结束 缓解华尔街对贸易协议破局的担忧 加上对新一轮刺激法案燃起希望 科技股持续领军冲高 纳指再刷历史新高记录 连续8个交易日收红 而财政部长美努钦表示 国会可能会在7月通过新一轮的新冠刺激法案 而且美国年底前就可能会走出衰退 他这一番谈话 刺激倒指在收盘时上涨了131点 纳指也上涨了74点 周三美股则是大幅下跌 由于美国西南部多州的新冠疫情告急 佛罗里达州和加州再度刷下了 单日确诊的新高记录 加上川普政府宣布要对欧盟 英国加征关税 促使华尔街的卖压出笼 美股主要指数集体收黑 道指收盘时是崩跌了710点 创下了6月12日以来的最遭跌幅 而标普白指数也下跌了80点 周四美股则是出现了开低震荡收高的格局 各州新冠疫情持续的恶化 再加上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高于预期 美股早盘开局不利 但是盘中时段 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还有就是美国货币监管署 是批准要放宽所谓的沃尔克规则限制 让银行股应声大涨 推动了美股上演逆转行情 在收盘时到指上涨了近300点 纳指则是上涨了107点 来到周五 美股则是开低走低大幅下跌 美国部分州的新增病例再创新高 加上了美联储宣布 对美国的大银行压力测试结果 发现新冠疫情导致银行面临了重大的资本损失 因此将要限制大型银行派发股息 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导致了银行股开盘就是下跌的 而收盘时的主要股指是跌幅加深 收盘时都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收盘到指时跌了730点 最后报在25,015点 纳指跌259点 最后收报在9,757点 标普白指数跌74点 最后收报在3,009点 至于刚刚过去这周 在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全球最大的保健食品连锁公司GNC 受到债务的影响 还有疫情的打击 正是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了 那么破产之后 GNC会关闭旗下的门市 另外瑞士食品饮料业的巨拨 雀巢公司表示 他们旗下两项受欢迎的澳洲糖果 叫Raskin's Retriekos要改名了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看 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全球最大保健食品品牌GNC 表示已经申请破产保护 还计划出售公司并且关闭门市 原因是管理负债计划 受到新冠病毒疫情干扰而失败 根据声明 GNC是在德拉瓦州的美国破产法院 根据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 以便让该公司在追求整顿资产负债表或完成出售的双轨程序中 能够维持业务营运 GNC在声明中表示 进入破产保护程序的行动 获得多数抵押贷款方和大股东的支持 一些债权方还提供了1.3亿美元的额外流动性 为提议中的整顿提供财务支持 在过去一年中 GNC已经减少店面数量 转投资于网路通路 如今宣告破产 为了让财务状况更加惊异 GNC将会在短期之内 陆续关闭800至1200间门店 目前GNC已经通过法律许可寻求新的买家 初始竞标价格为7.6亿美元 至于金额上代法院拼准 雀巢公司在官网发布声明 将对Raskins与Chicos糖果进行改名 公司表示 这些名字的颜外之意 和雀巢公司的价值不一致 雀巢长久以来的价值是尊重 虽然新名字还没有定案 但我们会加快改名的脚步 Raskins是个普遍 被认为对美洲原住民 具冒犯意味的字眼 而Chicos是西班牙文 意思是男孩 对拉丁美洲裔的后代 也具有针对性 不仅如此 白石公司在上周已表示 将全面对煎饼糖浆及面糊产品 Andromema品牌进行改名 这个品牌的包装是以一名 非裔女性脸孔作为商标图案 另外 马仕公司也计划 要改进稻米食品 班叔叔Uncle Benz品牌 这个品牌是以非裔男性作为商标图案 在弗洛伊德死于警察暴力之后 各地发生了许多反种族歧视示威 全美企业也面临了品牌形象的清算 总部位于西雅图的星巴克今天宣布 最新的夏季餐点当中将包含人造肉三明治 这款新口味的起司三明治中 使用模仿肉品口感来自人造肉公司 Impossible Food 素香肠 配料含有鸡蛋 起司将在大多数美国分店开始供应 星巴克今年稍早曾表示 会把植物肉列入全球分店的菜单中 为降低环境冲击尽一份心力 星巴克的美国和世界各地分店 早就开始以豆浆和叶麦奶替代牛奶 但这是首度在美国市场推出含有植物肉的餐点 星巴克四月份在中国市场携手Beyond Meat 推出了起司千层面 香蒜酱意大利面 以及酸辣玉米饼卷等人造肉餐点 星巴克二月份时 也在加拿大使用了Beyond Meat 人造肉提供三明治作为早餐 总部位于加州塞根度的Beyond Meat 是Impossible Foods的主要竞争对手 IMF周三发布全球经济前景报告预计 2020年全球GDP将萎缩4.9% 低于4月预期的-3 同时下调2021年的GDP增长预期至5.4% 低于4月预估的增长5.8% IMF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为202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 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预期 且复苏的脚步较原先预期来得更缓慢 并解释 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主要和各国继续执行社交距离措施有关 下半年产能和供应链将持续受到影响 以国家来看 IMF预计 今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美国GDP将下滑8% 欧元区GDP下滑10.2% 其中德国、法国将分别下滑7.8% 12.5% 在4月报告中 IMF就已经强调 本次全球面临的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 最糟糕的经济后果 两个月过去了 IMF表示 目前的全球经济状况 与4月时的预判还要更加糟糕 自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银行的存款账户 共涌入两兆美元现金 创历史新高 其中大型银行抢走了更多份额 仅4月份 美国银行业的存款余额增加了8,650亿美元 超过了之前全年记录 分析指出 这是因为疫情产生的反应 透过刺激支票和失业救助 美国政府释出了数千亿美元 支援小企业和客人 加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使得从小家庭到跨国大企业 都决定要囤现金 超过三分之二的新增存款 涌进了前25大银行 尤其集中在银行业的前几名机构 例如摩根大通 美国和花旗银行 在今年第一季 他们的资产成长比其他同业更快 分析师表示 不管怎么看 这种增长都绝对是非同寻常 现在银行的现金泛滥 在经济衰退期间 放款极为谨慎的这些银行 坐涌着大量现金 却已想不出该如何使用获利 苹果在本周一线上举行了 2020年全球开发者大会 所有的开发者透过线上虚拟方式 可以免费参加 而苹果除了推出了iPhone 用iPad、Mac、Apple TV和Apple Watch等新软体的大礼包之外 还在当天历史新宣布 Mac即将要用自家的处理器Apple Silicon 来取代对Intel的依赖 而最新的用自家晶片的Mac电脑 在今年年底前就会正式的推出 而苹果在这一次的年度大会上 并没有给予很大的惊喜 不过有许多小小的贴心改进 这让市场相当的赞赏 例如最新的iOS14作业系统 将可以自动分类App应用程式 还可以同时开好几个视窗 另外iPhone也将会拥有汽车钥匙的功能等等 而对于苹果的发展 分析师是普遍相当看好的 认为苹果即便近期股价已经屡破新高点 但是在5G题材再加上疫情加深了 对于电脑科技产品的需求 都让许多分析师仍然追捧苹果 而以下就是我们为您整理的 苹果年度开发者大会的专题报道 受到疫情影响 苹果公司22日首次以线上方式 召开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 透过网络发表新一代行动装置基础系统 iOS14的重点功能 官网也公布了16款相容装置 包含2015年发表的iPhone 6s系列都可支援 此次iOS14把重点放在桌面使用界面的更改 与创新功能两大部分 在桌面使用体验 针对iOS14系统重新设计了iPhone主画面视觉 并且命名为App资料库 App资料库可以自动为使用者分类整理手机内的App程式 例如常用的App将自动分类至一区 运动类分至一区 娱乐类分至一区 健康监控分类至一区等 苹果也在本次的iOS14系统上新增了画中画功能 使用者可以在观看影片同时使用其他功能 而影片将会以小视窗的方式继续播放 至于创新功能则包括整合离械翻译的新Syria 新版苹果地图 以及可群聊的Apple Messenger等 对此 华尔街分析师给予正面的评价 认为苹果的小创新总能让生活更加便捷 本次大会令消费者惊艳的消息还包括 数位汽车钥匙功能 苹果推出更新版的CarPlay应用程式 消费者将可拿iPhone轻触车内安装的读取器 直接解锁汽车车门 而2021年B&W 5系列就是首批配对的车款 此外 苹果还正式发表自主研发的ARM架构处处理器 Apple Silicon 取代Intel晶片作为Mac电脑的处理器 计划在今年年底前 推出第一台搭载自主研发晶片的Mac 并且在两年内全部过渡完成 看好苹果多项最新发展 Carwin分析师Syncar 重申了他对苹果优于大盘的评级 将其目标价格从335美元上调至400美元 他指出 苹果多项服务领域将继续受惠于居家娱乐 和远端学习需求 是强热的防御型股票 而且随着苹果进入5G升级周期 更将加速iPhone的收益增长 此外 也表示苹果公司油箱里还有很多汽油 最好的状况之下 甚至可能冲上500美元 苹果股价近来涨势猛烈 已占上空前新高纪录的水准 不过这并未削减 分析师对苹果的乐观期待 Webush在最新报告中表示 目前舞台正在为今年稍晚酝酿已久的iPhone 12做准备 他也提到广泛预期苹果可能会推出的5G之中 并说中国市场的需求正在持续恢复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之后我们将访问到的是 会胜金融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陈凯峰教授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他对于科技股与中概股后市表现的看法如何 我们稍后回来